漢光演習登場 這是蔡英文總統這個屆滿上任一週年的日子 這個演習當中一定要推出最精湛的表演 這表示的是花蓮加山基督被攻擊該怎麼處理 還有阿帕契直升機竟然是熱加油還有熱掛蛋 不知道是不是在校友哥的眼中 這一次的漢光演習仍然有超乎水準的表演 還是只是作秀啊 我們的漢光演習從過去到現在 在時兵驗證的部分一向是演大於習 當然演大於習也沒有關係 主要是要秀他訓練出來的成果 當然他在整個漢光演習之中 其實我們看了這麼多年的漢光演習 第一天會做什麼事情 看了這麼多屆基本上差不多 像昨天來講 昨天是漢光演習第一天 今天是漢光演習第二天 所以昨天的話他主要演練的部分 是戰力保存跟疏散 還有包括像如何持續進行戰鬥 以戰力保存跟疏散來說的話 當然因為我們知道 以台灣的環境來講 我們的西部 像你看新竹空軍基地 基本上來說 它的整個機場 大概就完全在攻擊軍的短程 地對地的彈道飛彈 甚至於炮兵火箭的射程之內 所以它在戰爭發生的時候 它一定要馬上就開始往東部移動 東部的話台灣其實有兩個 用來做戰力保存的基地 一個是花蓮的嘉山基地 另外一個是台東的制航基地 這兩個基地都有地下洞庫 可以讓我們空軍的主力戰機 轉進到兩個基地以後 進入山洞 躲避這些彈道飛彈 或甚至於徐印翼飛彈的攻擊 當然你可以看到第一天 我們的戰機 就可以從西部的各個機場 包括像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等等 通通都飛到了嘉山基地 跟台東基地 兩個基地開始進行保存 當然除了這個部分來說 我們也看到陸軍也進行相關的戰力疏散 像嘉山基地 為什麼我們剛剛講到說 它本身是一個非常適合 進行疏散的基地 因為以嘉山基地來講 它有南北兩個洞庫 裡面大概差不多是五橫五重的停機坪 它飛機進去以後 就可以排列整齊順序地在裡面 而且像我們看到這個門 它本身 它這個門是用非常厚的鋼鐵 然後把它做起來的 而且那個門前方呢 其實還有一道這個牆 可以防止 就包括像巡弋飛彈 這樣的飛彈 直接這個進行攻擊 那我們剛剛講到 戰機的疏散 是我們的首日 就是漢光演習 時兵艦陣首日中 最重要的這個科目之一 那今年的話也一樣 演練陸軍的這個加油機 陸軍的這個直升機的疏散 那陸軍的直升機疏散 是怎麼疏散的 就是說因為我們知道 以目前陸軍的這個 航空部隊來講 它還是集中在龍潭 台中的新設跟台南的這個歸人 三個基地 那這三個基地 當然我們剛剛講的 既然你西部的基地 很容易受襲 那同樣的這些 位在西部的直升機的那個 陸軍航空兵的這些基地 一樣也很容易受襲對不對 不過還好一點就是說 陸軍的這個航空基地 相對來講 旋翼機本身 它能夠進行起降的這個場地 跟定翼機來相比 它會好很多 所以我們看到 陸軍的這個 H-641 守衛者這個戰鬥直升機 它就飛到足東的這個基地 進行這個降落 以及加油掛戰的工作 其實幾年前 我們也有印象 就是陸軍的這些直升機 包括AH-1W OH-58 對不對 還曾經利用整個 大臺北周邊地區的一些工廠 因為你看像工廠的話 本身它有一個廠房 如果這個廠房 前面又有一個 卸貨所需要使用的 一個大的一個集散場的話 對不對 這個集散場也可以用來做 直升機轉進 或者說隱藏的這個地區 所以你可以看到之前 像例如在櫻哥 有一個做馬桶的一個工廠 也讓當時的飛機 去進行這個戰力疏散 那同樣的 既然是戰力疏散 補級就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補級來講 你看像這次他們也演練了 這個AH-641的這個 就是熱加油 何謂熱加油 就是說其實直升機來說 因為現在 因應現在這個戰場型態 直升機 反而是可以進行熱加油 我們一般來的 我們開車的話 我們到加油站 油管插上去 加油站 人家熄火 人家熄火對不對 但是飛機其實可以不用 不熄火 對 這個其實也是跟美軍學過來的 2009年 那時候我們那個 不是遭逢到巴巴風災 美軍的這個直升機 當時的這個第七艦隊 派出了這個 一艘兩棲船物運輸艦 帶了兩架重型的MH-53E 直升機 跟兩架MH-60直升機 來台灣 進行這個吊掛協助 他們當時在台南機場上 他們飛機 發動機就不關車 然後進行熱加油 而且我們經過空軍 那時候跟他們相關的協調 跟確認之後 那個時候 既然美軍已經在我們的機場 展示了這個 以許過去 我們曾經陸軍 或其他直升機部隊的這些人員 都有把這樣的概念 帶給這些長官們 但長官們基本上來講 安全還是低 但是美國人在台灣之後 政務民OK了 那好 以後我們現在 我們的這個 陸軍的直升機 也演練 這樣一個熱加油的演練 熱加油演練 他們當然 當然要先在這樣一個 預定加油的這個場站點 預製就是那種移動式的這種油囊 也就是移動式的這個加油站 然後得到飛機降落 然後他們把一些相關的 包括靜電搭地等等 都做好以後 他們就直接可以把油管加上去 然後開始進行加油 另外 而且還可以進行戰力回復 也就是再為他掛上 他的這個機載武器 所以整體來講 我們看到這兩天 主要還是在執行這樣一個任務 那當然接下來的 週三週四週五 特別是週四是重頭戲 週五也是重頭戲 這幾天都還會有 陸續會有其他的 漢光時兵驗證科目